吉林一副市长从市府六楼跳下昏迷三处骨折 9月6日,有网友发布消息称,吉林省余树市副市长常见从市政府坠楼 吉林省余树市医院证实收治了一名登记信息,为余树市副市长常见的病人广告 余树市医院总机一名工作人员向罗梅确认 9月6日早上6点左右从余树市政府接到一名名为常见的坠楼患者是余树市 副市长从六楼跳下来接到医院来一个多小时8点多,就送往长春集大医院了 送过去的时候人还是昏迷的身上肋骨,锁骨和怀骨三处骨折 下午3时许余树市互联网信息中心通报称 9月6日5时20分许,余树市华昌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 趁有人倒在东环府路南侧的花台中 后经确认伤者是余树副市长常见 暂无生命危险,具体坠楼原因正在调查中 公开资料显示常见于1966年2月初升吉林余树人 1987年7月参加工作 立任余树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,主任,统战部部长,人大常委会副主任,市委办公室主任,市委常委,政法委书记,现任中共余树市委常委,副市长 据全球营救社迫害法轮功学员委员会消息 常见曾任余树市委常委,政法委书记对当地法轮功学员被抓捕迫害负有直接责任 您的告知